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9月13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 自2024年9月21日起实行 国防教育法是2001年4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 到现在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 那这一次修订的目的是什么呢 新修订的内容中如何对我国国防教育的内涵定位进行明确 来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事主任佟卫东的解读 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和发展形势复杂多变 国防教育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党中央对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做出一系列的重要决策部署 如对全民国防教育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 将军队以及地方党委政府负责的国防教育的职能 统一调整为由党中央和地方党委负责 加强党对国防教育的领导 再如为了提升国防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 中央有关文件呢 也对加强学校的国防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等等 因此有必要修改国防教育法 将西民总司机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党中央关于国防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的成果转化为法律规范 这对于坚持国防教育的正确方向提升国防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新修定的国防教育法 它是怎么样去阐释国防教育的内涵定位的呢 原来的国防教育法对国防教育自有定性 没有定义 国防教育法的内涵是什么 包括那些内容啊 只能从相关的法的条文中去归纳总结 那么这次修改国防教育法呢 明确了国家在全体公民中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以履行国防义务为目的 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的理论知识技能 以及科技 法律 心理等方面的国防教育 对国防教育的内容啊 做了概括性的规定 那据了解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是 这一次修改国防教育法的重点之一 新修定案对小学和初级中学 高中阶段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的国防教育目标 内容和方法途径等进行了补充完善 同时还在拓展社会国防教育范围和渠道方面 对媒体网络和文化传播 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国防教育场所等方面做出了规范 针对学校国防教育存在的问题 新的国防教育法做了三个方面的盲善 一是对各个阶段的学校国防教育的要求 进一步具体化 二是明确国防教育应当与兵役宣传教育相结合 增强学生依法赴兵役的意思 营造赴兵役光荣的良好氛围 三是针对大家反应比较多的 学校军训尺量不高的问题 新的国防教育法做了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 高中阶段的学校 应当到学生军事训练大纲 加强军事技能训练 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 增强走势技体性 提高军事训练的水平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为了增强国防教育的针对性 时效性和时代感 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 还在拓展社会国防教育范围和渠道方面 对媒体网络和文化传播 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国防教育场所等做出规范 这次修改国防教育法呢 明确了要创新宣传报道方式 推出优秀文艺作品 宣传发布先进典型 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 运用新平台新技术 新产品等形式和途径呢 开展国防教育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应当利用重大节日 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 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在全民国防教育日 集中开展主题鲜明 行事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 同时将命名国防教育基地的权限 由省级人民政府 调整为社区的四级以上 全民国防教育主管部门 会同同级军事机关来确定 积极推进国防教育基地 命名建设和管理工作等等 通过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 提升国防教育的质量水平